我就說啦 你如果要法律認真的話 我就讓你認真啦 我配合你認真 8月2日下午最強狗仔葛思琦 在臉書發文 表示收到法院傳票 告他的人正是王曉飛 兩人的恩怨要從5月開始講起 葛思琦接手中天娛樂 獨家專訪時表示 他可能婚內出軌不止一位 那到底有幾位啊 有照片的我大概看了 就大概有5位左右了吧 那沒有照片的爆料 有知情人士直接告訴我說 大概就10來多位 手上還有其他更多的東西嗎 不少有一刀逼命的證據 證明照比較接近性的東西 重點是身邊 都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焦哥手握鐵鎮開記者會時 透露王曉飛死下求和致歉 葛思琦也秀出通訊軟體記錄 向媒體表示 王曉飛30號晚間 透過公關找上他想要和解 他說他媽媽跟他 其實就是心直的狗塊 也沒什麼惡意 那我媽媽說要告你 我不會告你 他說那是不是 我跟他講說 怎麼叫公關費 你講清楚 他說我們是不是能 幫他做一些正面的宣傳 正面的宣傳費用 那他說這東西 我就不收 我也不做這種事情 王曉飛剛透過昨天的公關 聯絡到我 看看你這邊能不能看在家裡的身體 不好的面子上 不要繼續爆料了 我這邊什麼能做的 你可以跟我說 王曉飛這口氣到底吞不吞 他曾在6月的直播中表示 其實前一陣你們看到的東西 很多就是真真假假的 你知道嗎 很多都是假的 有真的我不懂 我們說這是真的 那是假的 這是真的假的 所以就選擇了 就不解釋 那我們就交由這個 法律律師來處理吧 是吧 所以我覺得解釋沒有意義 所以你們看到很多 都是這個假的東西 批圖的或者是造謠的東西 當時的葛思琦這樣說 這件事情我不對號入座 但是汪某 如果你有失意的情況下的話 我的關刀以及插血量 我隨時奉陪 我接下來有一大票的人生時間 可以陪你慢慢熬 如果你需要幫忙的話 需要你告訴我一聲 我一定奉陪到底 王曉飛想出招小哥也沒再怕 事隔兩個多月 沒想到王曉飛真的搞了 提供我的那個預言為證據 你王曉飛不想提告 賀斯基 賀斯基 對我 你挺好的 我不想提告他 你也嫌疑我這會兒見兩萬 小哥 我跟妳說老實 我不可能去违背我自己願走的 我一定會把這個人們提供的 小哥找上王曉飛對職 王曉飛說不想告 是代理律師自己的主意 但打去台北地方法院求證 卻得到法院人員折押的回覆 表示提告者是王曉飛 她遞過兩次撞 一次已經撤告 這次遞撞後沒有撤告 由於她仍在大陸 都是請代理律師處理的 我們訊息王曉飛未得到回應 而葛思琦在確認王曉飛 最上說不告確實給傳票後 大方表示坐等法律認證 跟她講開完聽再說吧 什麼事情開完聽再說吧 那我們現在就是各位起訴嘛 你就是 你就是走你的法律訊 因為這是你的權益 那我也覺得OK 對 那我的權益來講 包括我的職責就是報新聞 有什麼料 報什麼料 那我也覺得說 她這張傳票處置我勇往之前 一項叫做妨礙評語 沒有擔心過 其實絕對有齊全 這些東西也都是真的有查證過 爆料 那也是可受公平之事 我覺得她這工作人物 也沒有什麼不法案免疫的問題 法案免疫最大一個條件是 她必須認識不符合 對呀 我就說啦 就是你如果要法律認證的話 我就讓你認證 我配合你認證 我就說我在做 對你做做一次服務 我覺得OK 你就 だ bog版 為何會認證 對我來 妳 revealed